美国第113届国会已经就任半年多 首次进入国会的新人 包括来自纽约市皇后区 年仅37岁的华裔国会议员孟昭文 她7月31号星期三 在国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 谈到自己半年来酸甜苦辣的经历 作为来自纽约州的一名新国会议员 我带着很大的希望来到这里 但也很有挫折感 有时候这里的政治僵局令人感到挫折 但我们尽量与两大政党的同事们合作 为纽约市皇后区选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去年10月 飓风桑迪席协美国东海岸 纽约皇后区受到重挫 今年2月 上任国会议员 仅6个星期的民主党人孟昭文 与新泽西州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史密斯一起 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为宗教团体提供救灾援助 这一成就令孟一元感到兴奋和自豪 她表示会再接再厉 利用自己在众院外交委员会和小企业事务委员会任职的机会 为选区的选民服务 我很荣幸为美国种族最多元化的选区之一服务 选民来自世界各个角落 他们或者来了美国30年 在这里生活了两代 或者一年前才移民来这里 许多人与自己的祖国仍然有很多联系 他们正努力保存自己的文化 并以这种方式养育自己的家庭 这让美国让我们的选区变得很特别 最新的美国国家人口补差局数据显示 在孟昭文所代表的纽约州第六选区 70万人口当中 亚裔人口超过25万 出生在外国的人口近37万 父母来自台湾的孟昭文议员说 为自己选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是他的一项工作重点 他希望联邦政府能采取更多的措施 帮助选区的小企业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作为众议院小企业事务委员会的议员 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和我的选区的小企业 掌握茁壮成长的最佳工具 你可能知道许多小企业是由移民者创立的 包括许多华裔亚裔商人 我认为联邦政府可以努力减少和消除 妨碍他们成功的许多障碍 作为纽约一个选区的代表 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合作 增加对中国的出口 依照宪法 国会的权利包括为美国对外贸易制定政策 多年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多项 反制中国不公平贸易手段的法案 作为国会山上的一名新人 孟昭文不愿透露 他是否打算推出类似的法案 他说自己对多个领域的立法 已经有一些想法 只等待推出这些法案的最佳时机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